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17号识破天津的下达三道投资 改变过去一年多来不温不火的就是节奏 更彻底扭转2020年 习近平宣告房住不炒后 对中国房地产的紧缩政策 但这是一项迟来的旧事计划 有人时报上还分社社长斯蒂文森 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就指出 中国过去几十年来 推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繁荣 北京在2020年的突然介入 切断了推动扩张的宽松资金 这引发了连锁反应 导致一场失控的经济动荡 而习近平对资本家 纯有意识形态上的偏扯 更为了惩戒资本无需扩张 对陷入债务困境的房地产商 没有果断地伸出援手 最终研发中国这场 是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危机 但中国GDP总量超过四分之一的房地产 不再成为增长的火车头 反而成了拖累经济的包袱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4月末全国商品房代售面积 为7亿4553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15.7% 其中住宅代售面积增长24.5% 7.41平方公尺的代售面积 是什么概念 以中国人口普查年鉴的调查 中国平均每户居住面积 111.18平方公尺来算 现有滞销房源670万套 能容纳约2145万的人口 而自销的楼盘加深房企债务压力 更成了中国的金融风险 这也让解决庞大的库存房源 成了这波房地产就是计划的核心 加快存量商品房去库存 地方国有企业在银行支持下 市场化参与收购已建成为出售商品房 可以推动商品房市场去库存 收购后的商品房 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中国政府以买家的身份揭露 被认为是拯救房地产最大胆的一步 首先由人民银行出面 设立总额3000亿人民币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机制 以贷款市场利率一半的1.75% 提供给各地方国有企业 购买存量房源改为保障性住房 二是鼓励地方政府直接入室 将原有的保障性住房之间 以购代件转为购买库存房源 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但中国过去商品房的建设 排挤了公益性质的保障性住房资源 如今有机会对过剩商品房进行收除 扭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落后 更能参考新加坡组屋的政策规划 以保障性住房创造附带效应 改善中国少子化与老龄化的问题 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后 李光耀就成立建屋发展局 喊出居责有其物的政策 由政府出地出资新建公共组屋 至今八成以上的新加坡国民就住在组屋里 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公共住宅政策 而中国能借鉴的是新加坡组屋的申请 对不同身份的人设有不同的条件限制 包括可以购买的房型年纪 譬如新加坡惩罚不婚的单身青年 要辞至35岁才能申请住屋 此外政策也向新婚人士与生育家庭倾斜 中国进行保障性住房收除政策后 也可采取类似的措施 消除在年轻族群间盛行的躺平住宜 更可依据收除原大户型商品房的特性 对华人社会重视的家庭文化 反映在保障房的申请政策 鼓励三代同堂 缓解老年化照顾的问题 尽管这一波旧式的政策组合权 让市场对拉抬中国疲软的经济增长 有所期待 一般民众对重塑居住正义的住房政策 更有所憧憬 但理想总是光满 现实却很无感 如果政府的建议是将其余地益 保持续的房子 它可能会需要 很多带争的人民币 可以购买这些房子 但似乎是 全球资金的支持 或其他社会的支持 支持是只能夠充滿百億美元 所以從現金需要的錢 3000億人民幣的債貸款 對二至三兆人民幣存量房總值來說 確實相取深遠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則認為 即便官方陸續地以購待見 也要考量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 因為這可能讓地方債問題更為惡化 17號30年期超長期特別國債正式發行 發行面值金額400億元 這是今年1萬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的首次發行 與人行下達就是通知的同一天 總而依照人民幣的超長期特別國債首發 認購情況果熱 22號這次國債在二級市場交易 上交所與深交所最大漲幅都超過20% 也都兩次觸發了停牌 而這是中國第四次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 由於專款專用 與這次拯救房市沒有資金關係 但這次發債目的 是為系統解決強國建設的資金問題 讓國債用途更具聯合性 一般認為資金很大一部分 是置換到期的地方債務 以激活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資功能 這位各地以購待見提供支持 顯然也非華爾街日報 所分析的如此悲觀 調整個人住房貸款最低首付款比例 其中首套住房個人商貸的 最低首付款比例調整為不低於15% 二套最低首付款比例 調整為不低於25% 首付比降到15% 這是有史以來最低的首付比 許多對保障性住房 以購待見存有疑慮的抨擊 都忽略了這一輪就是更重要的措施 是降低買房的融資成本 中國政府入市只是拋磚盈域的脫底政策 重新擊拔民眾後防熱情 以市場化手段消化存量房源 才是這次政策的目的 從市場的反應來看 很多政策已經開始逐步現象 整個市場呈現出穩定向好的態勢 在上海金沙江路上的這家中介門店 店內收納待看房鑰匙的箱子 已經空了一大半 鄰近飯店 還有不少銷售人員匆匆出門接待客戶 而中國官媒也配合著政策 宣傳各地樓市的復甦景象 擠出能保持觀望的剛性購房族群 而提振房市銷售是這一輪就是的重點 一二線城市或許一看到成效 但存量房源最多的三線 四線甚至是五線城市 除了保障房的已夠待見 要以市場化消化存量房源 恐怕難以利感建議 從川普簽署301調查對華發動貿易戰 到拜登全面的科技圍獨 打亂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政策節奏 但這並非造成中國當前經濟困境的唯一原因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李承 在美中貿易戰爆發之際 成為北京一家智庫轉文 警告貿易戰對貿易順差國的不利影響 北京應對政策更要考量自身經濟發展規律 還特別點名中國房地產行業可能的衝擊 這篇五年前發表的文章 對中國可能犯的錯卻一語中地 時間回到2021年9月 中國地產龍頭恆大集團旗下恆大財富管理公司 有9.30億人民幣理財產品預期兌付 爆發投資人贖回的擠兌抗議 但這只是恆大負債2.4兆人民幣的冰山一角 是舊還是不舊 北京當局持不表態 讓恆大債務危機凝持了中國經濟與全球資本市場 若回顧中國過去處理債務危機 官方往往是苗頭不對就出手滅火 但這次卻一反常態 事實上恆大債務風暴並非不可控 但北京以放任恆大債務違約 表明了政策風向的改變 現在對消費工業的事去年 對抗議侶分析的一種 場景一般 看來我們的動作 提供財公司 視乎在教育和教育公司的發生 這是從北京的政治領域 我們還沒有看過一個反應 是對於政治領域的改變 北京也表示 他們真的想要 把土地財政的影響 整個地產上的影響 中國的土地財政 造就了地產上的報復 但房價居高不下引發的民怨 是中共執政的危機 胡溫時代就想打房 卻怕傷害了這佔經濟總量 四分之一的產業所帶來的衝擊 讓房地產綁架了 中國的經濟政策 因為房地產的價值 可能是太高 而且這把房地產出了很多錢 也把房地產出了很多錢 所以我們需要做了很多的房地產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仙海 也是習近平的重要經濟智囊 在2019年的達沃斯論壇上 表明中國要解決房地產問題 才能真的轉型內需經濟 而這本該是利益良善的政策 卻在美中貿易戰期間 經濟前景不明下強行推動 房市調控更是補刀無極限 限購、限貸、限價、限售四大網炸 換著花樣打炒房 不給任何喘息 即便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官方對房市調控美收手 當年更憑藉著 率先全球的疫候服輸 反而變本加厲 在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與共同富裕的政策主旋律下 展開對民營企業與資本家的整數 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 成了第一支強監管政策下的計棄 更把矛頭轉向房產企業 進行為期三年的整改監管 對房企債務劃下三道風險 三道紅線一再打擊資本無序擴張 並約束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 和債務紀律 更落實習近平 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政策 卻極端地剝離房地產的投資價值 搞得房市價量其別 包括恆大與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 就在這三道紅線前倒下 但要官方出資拯救地產商 並不符合政治上的邏輯 第一是是意義 習近平是一個馬克思人士 他想帶來國家的更多性質 他比蠻獲得更多項目 然後再加上那 他認為國產市場的項目 有更加決定的項目 比在未來更加決定的項目 比公共的項目 在恆大爆發債務危機三個月後 官方才主導廣東多家國企建築 對恆大進行債務重組 這場原本有機會防止蔓延的風暴 卻礙於領導層的政治信仰 並誤判中國的經濟警示 更在中國社會製造了矛盾 成叱咤風雲的中國資本大鱷 寶能集團董事長姚振華 近來羨慕財務危機 在企業總部前 遭討薪員工追打為毆 這段影片在中國網上輿論評價兩極 但多數人為打倒資本家喝彩 中國地產商萬科的創辦人王石 就在個人微博上 對當前仇視民營企業的普遍情緒 發表看法 現在整個經濟不好 企業家 尤其民營企業家 壓力非常非常大 姚振華先生 他也是其中的議員 遇到這樣的問題 是這樣的來被對待 再一個我想更想說 那是在現在社會的一種心態 對這樣的事件 完全是一種就是看熱鬧 我們叫吃華群眾 我覺得這個我是一個感到悲哀的 姚振華曾以雄厚的資本 對萬科進行惡意收購 王石瑜他在商場上雖然敵對 卻沒有落井下石 這篇視頻貼文 反思了過去一段時間以來 官方政策形索 民營企業的負面形象 而至今仍未遭到刪除 凸顯政策風向再度轉變 只是在當前的中國 不會檢討過去錯誤的政策 今天 央行公佈了最新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也就是LPR 其中五年期以上的LPR 從上個月的4.2% 變為3.95% 下降25個基點 這是2019年 人行實施利率市場化改革後 五年期以上貸款市場 報價利率LPR最大幅度的下調 五年期以上的LPR 是絕大多數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的定價毛 市場普遍認為 為LPR降息有望進一步的 提振信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 核心是要扭轉局面對於地產銷售 偏弱的預期 傳遞出提振居民住房消費 促進反地產市場平穩發展的強烈信號 既降準兩碼又大幅調降LPR 人行的貨幣政策 量價 工具啟發 而這是以市場化方式激發購房熱情 逐步化解房企債務風暴的措施制宜 根據住房城鄉建設部發布的信息 自1月份城市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 工作部署以來 截至昨天 全國已有214個城市 建立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 這項俗稱房企融資白名單的機制 已有5349個建案將獲得組織 超過1600億人民幣 讓資金鏈斷裂的建商 可以繼續住房工程 以確保交誤 而官方在化解房市危機上 並不隨著外界的悖觀起舞 保持自己的政策節奏 但這卻是需要時間 而化解房地產協調創的 賺取物業 所以我並不認為我們需要 把某些可能性 如果AI在幾個年代的新網絡 會成為新網絡 你可不可以